上海东方绿洲体育训练基地 醒目的条幅上写着 秦海洋的辉煌战绩 刚刚获得成都大运会 挖泳比赛三枚金牌的他 就在这里备战杭州亚运会 每天多长时间在这 大概六个小时吧 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三小时 但是现在你能 你什么样的状态 回到训练场呢 我在想 一个世界冠军的状态 世界冠军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世界冠军状态 就是更加的轻松 而且更加的自信 比赛开始 一个月前 在2023年 日本福岗游泳试锦赛中 秦海洋包揽了男子50米 100米和200米 三个挖泳项目的金牌 同时以2分05秒48的成绩 打破了200米挖泳的世界记录 他的个人战绩 填补了中国在挖泳项目上 长达66年的空白 比赛结束之后 秦海洋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 在通往顶峰的路上 即使未图禅言不可攀 也要会当临绝顶 哪怕无人会登临翼 也应猛志故常在 回味登顶之路 出征福岡试锦赛前夕 他著作于国家体育总局游泳馆的光荣榜前 可谓是一个关键时刻 光荣榜是什么样子的 光荣榜是奥运冠军 和世界冠军都有的 奥运冠军比如说在第一排 世界冠军在下面一点 然后我站在前面看 看什么 我在看我表演赛之后 我挂那儿 真的 就是当时还没有你 对 那你希望你的位置是挂哪儿啊 其实我能挂上去就挺好 我能挂上去就挺好 其实在比赛之前 我把它当成我的必经之路 这三个冠军我肯定要拿下来的 如果这三个冠军我拿不下来的话 我就别谈后运辉了 为什么这么绝对呢 因为我没有想过失败 志在必得吧 带着拿下三个冠军的决心 请海洋来到福岗市锦赛 7月24日 男子100米挖泳决赛 还在第四道的秦海洋 在露水后有确定优势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四道秦海洋 六道严子辈 吸引了所有国人的关注 到了第二个五十米 转身之后 秦海洋现在仍然是处于领先的 还有最后的二十五米 游至最后十五米时 他感觉到了即将成功的那种感觉 就冲刺阶段的时候 那个人运动员的心理状态 会发生什么变化 或者说整个的身体和神经 其实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一个点 就是全部集中在就往前冲 男子100米挖泳决赛 这位24岁的小伙子 为中国夺得首个男子挖泳世界冠军 57秒69的成绩 也再度刷新了 由他自己保持的亚洲记录 从六岁开始学习游泳 到获得第一枚世界冠军的奖牌 长达18年的登顶之路 或许可以从秦海洋 被教练扔到水里开始 小的时候也是不喜欢 就下水 也是被教练扔下去的 就这种 九岁开始接触相对系统的训练了 对 那时候职业运动员 是你的唯一选项吗 也不是 你心里的目标 也没想好 就是以后感觉反正当作是一个运动 只是当成运动 对 秦海洋是湖南人 1999年出生 九岁时学了三年游泳的他 从湖南前往上海敏航区少提校 一年后被选入海军游泳队进行试训 曾培养出齐辉 宁泽涛等名将的叶锦教练 送给秦海洋一个外号 淡定歌 因为秦海洋干什么事情都慢半排 但训练却很自觉 悟性很高 许多技术要领 叶锦只要说上一遍 秦海洋就能做得很好 2015年 在首届清运会游泳比赛上 16岁的秦海洋包揽了男子100米和200米挖泳两枚金牌 之后他又连续获得了全国游泳锦标赛 青岛全国冠军赛的男子200米挖泳冠军 然而2016年 李约奥运会选拔赛 秦海洋却没有入选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那一次只差了一点点 差多一点 差个半秒吧 就0.5不到 眨一下眼睛的功夫 对 是的 然后就感觉非常的 就非常遗憾吧 怎么去敲开这扇门呢 后来就是想回去加油训练吧 2017年 秦海洋以2分07秒35的成绩 在第13届全运会男子200米挖泳决赛中 获得冠军 2018年和2019年 他分别获得短持游泳式锦赛 和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男子200米挖泳亚军 2021年 他如愿参加了东京奥泳会 在男子200米挖泳浴赛中 游出了2分08秒48 排名小组第一 但打击随之而来 因为犯规他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但是当被告知犯规的时候 什么心情 更多的是个疑问吧 因为当时改了游泳的规则 在游泳之后叫空中镜头 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是吧 对 还有水下镜头 水下镜头 对 当你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也没什么话说 其实最难受可能不是比赛成绩 最难受可能是比较 这件事比较丢人 是什么让你感觉到丢人了 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一个 比较愚蠢的错误 秦海洋所谓的愚蠢的错误 源于水下转身后 挖泳腿习惯性地接了一个自由泳腿 而改变运动习惯并不容易 这时秦海洋的恩师叶锦站了出来 尽管当时海军训练队面临解散 叶锦还是四处奔走 为秦海洋找到了固定的训练场地 除了利用水下摄像进行分析外 他甚至专门拿了一根棍子 放在秦海洋的腿上 让他能感受到水中的动作位置 其实在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 你是跟他较劲了 对 能细致到什么程度去扣自己的动作 就跟跳舞一样 就是每个动作就必须做成什么样 那对于像你这样已经很成型的运动员来说 困难吗 反正不简单 也是费了挺多功夫 内心会有受挫感 是会有 但是也没有办法 就是只能接受 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艰难较劲之后 2022年8月 秦海洋到北京开始集训 他有了新的团队 是从上海教练崔登荣 崔登荣也是将张宇飞一步步带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功勋教练员 对于你来说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就像我说的打碎了重塑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在什么样的训练上 以前的观念可能是比赛 认为比赛前需要多游 就多游保持状态 但就催促他是 他理念是少游去养了一个体力 他不让你游 你就非想游 养了他就不让你游 那怎么办 你偷偷游吗 其实他也是尊重运动员 对在什么情况下 或者在什么样的时刻 你认定他是对的 因为我说最终体现的就是一个成绩 也许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大家知道什么是错的 无论是张雨飞还是更早的露营 成绩的突破期主要源于技术的提升 对秦海洋 崔灯荣也选择了从技术入手 因为我记得在采访张雨飞的时候 他就说过好像崔之导认为 抠技术动作是一个运动员 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对 确实差不多 就比如说可能手掌 可能稍微斜一点和回过来一点 这种滑水的这种效果可能都 就是会有点点差别 你一下每一下都有点差别的话 那你整个游程就 其实就影响挺多的 我看会有评价说是 说我前一百五游的省力 就是动作比别人少 相同的距离 人家可能要花一个半的动作 而我是需要一个动作 这个是靠什么样的天赋来完成的 我个人认为一个是水感 还有就是一个系统的体能训练 强调技术细节的同时 崔灯荣还强化了秦海洋的力量训练 在核心肌群上的练习规划也更加细分 现在我们看到你过去的训练的记录 大家都会把你去练深蹲的这个过程 去挖出来 因为挖勇也是非常需要退步力量 特别是短距离 一个是要非常有爆发力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视频 就会看到你们的训练方法 有的时候比如说腰上挂着 就铁片嘛 你现在能做多少 多少公斤的神蹲 就是160公斤到180公斤左右 我感觉就只是完成基础的塑造吧 那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高 路上训练完之后 你要把路上练的东西转化到水里面 就怎么去更好的 把这个训练的结果体现到水里面 在和崔灯荣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 曾经把游泳当作工作的秦海洋 渐渐学会了享受游泳 你觉得崔之岛给你带来的 最革命性的改变 或者革新性的改变是什么 很会给队员打气 会给队员加油 因为在我们的百般劝授下 他依然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他的理由就是 我永远是站在运动员背后的那个人 到底在他身上是什么样的东西 在起作用在你们的身上发生了变化 信心 一个就是沟通吧 非常尊重运动员的做法和想法 2023年 参加福岗游泳式锦赛的秦海洋 是经历了重塑的他 他如愿以偿 拿到了志在必得的三枚金牌 然后他来到了200米挖泳的临界点 半决赛中秦海洋排名第二 他最大的对手就是现世界纪录保持者 澳大利亚的斯达伯迪·库克 当时的比赛我认为是最难的 真的是 那为什么 200米是你认为最去挑战的 5月份之前吧 备战的前期 其实是在必得拿下的 其实都是在往100米 这个方向上靠 挖泳200的半决赛和决赛 相隔一天的时间 在那一天里 秦海洋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其实游完半决赛之后 我也会想 拿个第二也无所谓 就这种态度 可能这种心态持续了我一个白天 就甘于当第二的这个念头 一旦产生 人家突然间没有任何压力 对 是的 反正也休息的确实挺好的 然后当我起来之后 因为马上就要出门比赛了 起来之后我就想 一瞬间就我觉得不行 就哪怕我会输 我也要一定要去 不能让他赢得轻松 是在你出门换衣服的时候 是的 坐大巴车去往赛场的路上 这一段路有多久 大概也是20多分钟吧 在那一刻你自己感受到了 你发生的变化 心态以及信心就上来了 哪怕输我要站着死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在你开始游的那个时候 你已经是另外的一个秦海洋了 对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激发 潜力的最大一个关键点吧 对 非常坚定的想拿三块金牌 男子挖用200米决赛 所有运动员开始进场了 上场之前秦海洋和另外七名选手 逐一碰拳相互鼓励 决赛中秦海洋与库克分裂第五和第四赛道 发令枪响 秦海洋率先发力 100米半程力压对手排在首位 关键的第三个50米 秦海洋状态神勇 依然没有给库克机会 最后50米 秦海洋发力冲刺 一路领先到终点 以2分05秒48的成绩 打破世界纪录再多一贯 包兰本届诗锦赛挖用项目的 全部三枚金牌 也是拿到了他在本届诗锦赛的第四金 所以回到你的这一个手势 我在想你可能内心一定跟自己说 秦海洋你做对了什么 就是相信自己 真的是就跟我取代前的状态一样 就相信自己 所以200米所有的人都说 我们中国有了世界八王 倒是我更喜欢另外一句 其实另外一句是叫 仙衣怒马少年狼 谁人不识青海洋 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会 把你放在更长的一个时间的场合里 来看这场比赛 希望这是中国游泳 这个运动项目 一个新的开始 我相信也会有新的开始 因为其实取得这样的成绩 肯定整个队伍啊 可能都会是有一个 总结和学习的一个 这么一个反馈 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把这个就是 更好的训练模式去 大家都交流嘛 也会有更好的结果 肯定是成绩 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经此一战 秦海洋本届大赛爆发式 拿下了四块金牌 它无疑将成为挖勇项目上 各路抢手的追赶目标 对于金牌带来的压力 秦海洋说 金牌拿过后 就是挂在那里了 而不是一直戴在自己身上 我不会让它成为压力 每一次比赛 都是全新的挑战 因为别人也一直在努力 在进步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 说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你觉得友好勇是你的工作 对 可能就是太在意结果 感觉身上包袱太多 就总想成功吧 就是总想去证明什么 那现在呢 现在呢 变成什么了 现在就是非常享受 每一次的训练 也是非常投入去想 我怎么去把每一堂课训练做得更好 因为眼下距离 2024年巴黎摇运会 也就不到一年了 对 其实一年的话 也刚好吧 一年之后的秦海洋 跟现在的秦海洋 你希望你预设的变化 是发生在哪 我可以稳定地把 100米和200米这两块金牌 拿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 这段一年时间 需要去做的事情 就如果把这些过程做好了 其实比赛的时候 没那么大压力